大家好,欢迎收看大欧时机 今天分享腊肠的健康吃法 腌制食品这样做,健康新吃法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腌制食品在腌制过程中 为了防止苦败变质 需要大量的使用食用盐来腌制 所以会含有一定量的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会随着时间的变化来发生变化 腌制三到八天时,亚硝酸盐含量最高 第九天开始亚硝酸盐的含量会逐渐的降低 十九天后就会大大减少 腌制食品在食用前需要学会正确的清理 第一点,是擦 腊肠如果只是用清水冲洗是无法清洗干净的 清洗之后,可以用高度的白酒进行杀菌消毒 而且还可以分解腊肠表面的亚硝酸盐 晒制腌制品过程中,难免因为气候原因导致霉变 用白酒进行涂抹,可以保证晾晒中不会长霉菌 食用前用白酒擦拭,再放置十分钟 就可以利用酒精的挥发过程中 带出腌制的细纹,这样吃起来果味不会那么重 第二点,是抹 清洗腊肠的时候,可以加入淀粉或者是面粉 面粉和淀粉有很强的吸附力 可以有效地吸附腊肠表面的油脂,或者是脏东西 同时也可以降低腊肠的颜色 第三点,是煮 腊肠腌制好后,一般都是放置风干 经过煮之后,可以软化腊肠的口感 而且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 同时也可以降低腊肠的盐缝 第四点,是蒸 蒸之后,腊肠可以保留原始的口感 而且是比较方便的做法 腊肠不管是蒸还是煮 同样,都可以降低表面的液分 上面就是腊肠的处理机球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